来了来了 奥特曼的搞笑话剧 他又来了 这次有了初代的凶大机 在话剧中顶弯了格斗仪 我才反应过来 初代的凶大机 果然是名不实战的 就像最新放映的新奥特曼中 初代单靠凶大机 硬扛了内隆卡高压电机 一点事都没有 看来远古再也没法用花剧掩开奥特曼了 距离能扛电机我能理解 话剧中能扛格斗仪 就比较离谱了 你还说你不是请来了 真的奥特曼帮你们拍摄 格雷莎作为新生代中 压迫感数一数二的怪兽 其身体诡异扭曲的方式 和世人的笑声 都引导出了一种恐怖 且窒息感极强的感觉 但在话剧中 提套演员的行为 不能说搞笑 简直是鬼畜 这鬼畜的行动方式 还是经过导演 舔口亲自演示教导的 虽然剧中的压迫感没得说 但并不妨碍 我具外小的的鬼畜 依旧是X奥特曼 前几期阿泽说过 版本被视为打戏之神 其打戏拍得好的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他是成龙大哥的粉丝 可能上次光阿泽再讲 大伙没什么概念 这次就不一样了 他从成龙大哥的眼影中 学习到了能折住 体现人类拳脚较量的花宝 那就是爽身粉 打之前抹上点爽身粉 立马就有那味了 看来精髓都被你版本学去了呀 从为视频的甜口也不该是若 阿泽之前讲过 他和一正导演在剧里客串 不可被解死了 内幕被砸死的精头 还是甜口在摸过自己砸的 这叫什么 我杀我自己 而是内幕拍好几遍都不尽人意 看来他不止杀死过自己一次 更搞笑的是 居然砸着砸着 将道具立了起来 引则拍摄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笑散了 还有是破坏大楼的一幕 怪兽破坏大楼还好时候一点 皮套演员 只需照着大楼标记的地点破坏就好 但那些大楼被光线 甚至是特殊技能正确的效果 就得考验道具组的能力了 这些模型大楼制作起来 非常耗费精力 一变过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好在这位负责报复的工作人员 是个经验老道的师傅 独自却能完成布景 先前炸药的特定位置都设置好 然后将所有的引线站在一起 其中三天效果的碎形也不能少 最后与众人一起在远处拉动引线 效果好得让所有人都惊呼 加古拉与鸿凯两人的关系 到底有多奇怪 最终两人相爱相杀 去外也一样相爱相杀 在一次宣传发布会上 加古拉在一树走廊上 对着摄像机进行自我介绍 然后我们不知从哪钻去的红凯 悄悄掏出加古拉的神经键 摸上加古拉身后 还附带一脸丧心病狂的表情 加古拉几次感觉身后有什么 虽然回头傻看 但丝毫没有发现红凯的踪迹 就这么被他摸到身后 画面一转 变成了红凯对着摄像机自我介绍 可谁知加古拉没有死 悄悄摸到了红凯身后 然后准备暗杀红凯 不得不说 你俩真是想爱相杀 这边我们着重找一下红凯 他在军中的首次变身 是在一处拍立得照相屋 专门给行人拍摄照片 为了回馈粉丝 红凯在拍摄完欧布后 又穿上了之前的衣服 准备重演当时的变身流程 可以说是尴尬到家了 到了泽塔奥特曼 剧中摇晖控制特攻击战斗的画面 看得是热血沸腾 直到我以为 这只是特效搭建的时候 泽打的花剧狠狠打了我的脸 制作组居然为了这一场景 搭建了一个真的特攻击驾驶舱 还是得感慨下他们的精神啊 剧中被鸡血库回收的 内隆嘎的发电器官 为了良好的保存 将它裹上洗纸放在了冰箱里 谁知道花剧上的结花和养子 太过好奇 打开了冰箱被碰了下 还沉重不得一起闻了下 内隆嘎的味道 尼尼的思想有点危险啊 要是味道不错 真怕尼尼给烤了吃了 旁边的道具足解释道 这玩意儿是用白萝卜涂色做出来的 也就是说 真的能吃 众所周知 加古拉最为搞笑的地方 就是他在剧中对黄凯说过的骚话 和抓古的特点 还有出现他的笑声 加古拉的笑声 真是看几面笑几面 就算你不想笑 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笑 可能这就是尖角星人的黑暗力量吧 情不自禁地就被感染了 在片场 演员也有眼泪的时候 于是就会到片场找乐子 就连众人玩心大气 欧斯超人利用骗者的化学道具 实验起了化学老师的角色 结花加古拉和杨子居然很配合 一板正经扮演鞋的学生 结果欧斯超人拿是管刷 上演了一波牙刷的广告 属实太憨了吧 我们再看剧中 上位的盖内加古与色彩的大战 有一幕是盖内加古 跳起一招冲向则塔 不过在幕后 盖内加古这一蹦A跳 跟欧斯超人一样的憨 你觉得道具组有多聪明吗 在拍摄金谷桥 拦及加古拉的小剧车的时候 剧中的效果 无数人以为是找的实景拍摄 谁知道在幕后 居然是搭建出来的场景 道具组准备了一条圆形的山路 然后在中间搭建了一条 长满植被的小山 这小山不是真的小山 它也只是空有表面 没有内心 然后将两者组合在一起 放置在一座能选择的器械上 再将玩具去车放在上面 这样 两者动起来的时候 就说是我们在跑步机上跑步 效果非常真实 道具组又准备了一片 布满植被的板子 然后让板子 一按车子协据的反方向运动 这样的话 景色也在随时改变 就跟真的是实景拍摄一样 效果足以加乱真 众所周知 在火烧奥特曼中 远古一直是可以的 我们的沿途队长 可谓是深有同感 本来导演是没有安排沿途的剧情的 结果拍摄的时候 火势没控制好 才烧到了那位大人头上 其实这种情况发生不止一次了 早在拍摄舒达的时候 巴尔坦星人在喷火的时候 也没控制好火势 模型房屋啥的就被烧了一大片 这个就毁了我们早在威亚上吊着 准备出来就想了舒达奥特曼 被下面的火焰来了不烧烤 一大堆工作人员 也是赶紧游灭火器灭火 不然巴尔坦星人 真的要来消灭初代奥特曼了 你远古肯定是投进了巴尔坦 故意安排了这出戏码是不是 果然你远古早已火烧奥特曼的想法 亲身在的啰嗦 也没能逃过你的魔爪 总的来说 阿泽用一次识悟了远古 想用花絮来掩盖 世界上真的有奥特曼的事实 如果屏幕前的你 还想看奥特曼的搞笑花絮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留言哦 本期的视频到此结束 这里是阿泽 我们下次再见